汉安帝刘虎 汉安帝刘虎是东汉诸皇帝中比较长寿的一个, 但他又是东汉王朝中较为不幸的一个。 在他在位期间, 东汉王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落, 内忧外患, 百事夺奸, 先有西北边疆战事频繁, 后又是国内灾害不断。 而在朝中呢, 以邓太后为首的邓氏外戚集团又继续地把持朝政, 直到公元121年, 邓太后去世, 之后的安帝有了一些机会亲政。 但主要的经历啊, 却放在了镇压邓氏集团和废太子令利等宫廷事务上, 所以安帝在他的统治时期根本没有任何政绩可言, 不过就是一个平凡的昏庸皇帝而已, 安帝刘虎能够登上皇位, 得以于商帝的过早夭折。 于是, 这个年仅13岁的清河王刘青的儿子刘虎得以位籍九重, 公元106年, 安帝刘虎即位是位东汉安帝。 刘虎刚当上皇帝, 西北边疆就开始传来急报, 西域各国因为不满都户的科政纷纷叛旱。 后来呢, 又是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枪族起义, 这使得东汉元气大伤。 到了公元123年, 北匈奴和车师联兵又来进攻西河四郡了, 在大臣们纷纷主张放弃西域, 退回玉门关内的情况下, 班超之子班勇, 依靠河西四郡和西域蜀国的军事支援, 击退凶路, 相抚车师, 使得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再次的畅通了。 同时, 国内灾害连年, 人心浮动。 公元106年, 也就是安帝登基的那一年, 一共有18个郡国发生了地震, 41个郡国发生水灾, 28个郡国受风暴和冰雹的袭击。 公元124年, 京城和23个郡国又发生地震, 36个郡国发生大水, 下了冰雹, 人们困苦不堪的。 面对这种情况, 迷信的大臣认为, 安帝的上台是这一切灾难的源头, 再加上不满以邓太后为首的邓氏外戚集团把持朝政, 因此聚集了一批对此同样不满的官僚士大夫们, 准备发动政变。 另立平原王留胜为敌, 但这消息不慎走漏, 邓太后迅速反击, 将政变扼杀在了强宝之中。 不过呀, 在东汉几个德氏的外戚集团中, 邓氏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 邓氏兄弟小心谨慎, 奉公守法, 勤劳王室。 这当然与邓太后对他们的家族严格要求是有极大关系的, 但即使如此, 也不能消除皇权和外戚势力尖锐的矛盾。 公元121年, 邓太后去世, 安帝亲政了, 这刘虎总算是从邓太后的阴影中走出来, 并在他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群宦官集团, 长期受制于邓太后的安定。 太后的死对他来说无异于是政治上的解放了, 为了便于自己亲政, 刘虎必然要消灭邓氏集团。 但是呢, 一直苦于没有借口, 不久, 机会终于来了, 太后死后啊, 有几个以前受过太后惩罚的工人诬告, 说是太后的兄弟邓亏, 邓红, 邓驴因谋废除安帝, 定立平原王为帝, 这一个诬告啊, 正中安帝吓怀。 于是啊, 在朝廷中开始了一场针对邓氏集团的行动, 被诬告的邓氏集团被以谋反罪处死。 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 宦官集团又一次得失了, 安帝的如母王胜以及金女儿伯荣更加受到宠卖, 生活奢侈, 贪污受贿, 随便的出入宫廷, 干预正事, 无恶不作。 伯荣有一次到甘陵去, 沿途前户后拥, 郡县官员家导欢送。 这时候, 官僚集团与宦官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以杨振为代表的朝廷重臣多次上书, 要求安帝约束约束这些宦官, 但是安帝总是置之不理。 而被揭发的宦官们则趁机诬告, 最终弄死了政治的杨振。 安帝留户临死前干的最后一件大事啊, 就是废太子另立。 安帝皇后严实多年不遇, 无奈之下, 安帝在公元120年立宫人李氏所生之子刘宝为皇太子。 李氏呢, 则被严皇后堵死了, 严皇后怕太子即位后会追究杀母之仇, 于是想方设法的要将这刘宝除去。 严皇后先将太子的乳母亡满, 除奸丙激定呈死罪除去了太子的羽翼, 然后呢, 又向安帝敬谗言, 说刘宝行为过恶, 不宜处太子之位。 安帝宠爱严皇后, 竟废除了刘宝, 另立他为己因王。 公元125年, 安帝在南巡中去世的。